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经过了一个周末台股 今天大涨 好 今天上涨了74点 指数收在10473点 成交量的部分确实只有1164亿 好 家训指数涨幅0.71个百分点 但是OTC指数的部分今天涨幅蛮大的 今天是上涨了1.39个百分点 收在146.42 好 老师我们今天这样子算是价涨 但是量不增 量比较缩 那么今天这样子 以整体的氛围来讲 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 而另外在个股的部分 老师也带我们来个做观察 对 我想价涨量不增 很正常 因为大多数的人都还在杀股票 上个礼拜我不是涨了42点吗 融资减少多少 上市减少10.51亿 上柜减少3.81亿 我有跟各位谈过 我说反弹的初期 那个融资还会减 反弹初期还会减 所以你不能用融资减多少来去算 大盘要跌多少 没有那回事 根本就没有那回事 那今天呢 今天我不知道融资会不会增 但我想应该也有增有减 但是今天的强势股有很多 对 今天强势股真的很多 譬如说PA 3105的吻帽 哇 今天开盘就拉到掌柳 好 这个直接攻上去 因为它有一个私募 安华高的一个私募 美商的一个安华高的一个私募 所以 可是有人跟我讲说 他吻帽赚钱呢 放空 什么意思 老师你再说一遍 有人跟我讲他吻帽放空赚钱 今天吗 当初 不是 不是 就是礼拜五 所以我常在讲一件事情 我常在想一个问题 你们如果都是这样做 我只能告诉你 你每天冲来冲去 你一定有赚有赔嘛 你赔钱都不会跟我讲 你说你赚钱都跟我讲 我就很好奇 我说你干嘛空我帽 你干嘛空我帽啊 对啊 我当天补回来 如果做股票都能够这么简单 不是上个礼拜五了 可能之前它跌下来的时候有空 他可能做比较短的 层级不一样啦 我可不可以告诉你 我的顺德当时跌破四十块的时候 也有人去放空 然后跌到三十七块 三六块九啦 然后最低跌到三七块 好了 就算你很厉害 四十块放空 三七补回来 你赚三块钱 你觉得你三十七块买顺德 或者你这么说 你四十块买顺德 赚的比较多 还是四十块放空顺德赚的比较多 我先告诉你 顺德涨到九十八块 你觉得你放空去赚那个三块钱 赚的比较多 还是我跳进去买顺德四十块 让它涨到九十八块 赚的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 这都是观念的问题 我常常在想说 网络上有很多的一些 似是而非的观念 常常跟你讲 我这边又赚了买菜钱 我又赚了什么大餐 那赔到的呢 比较 有的人都不会说 而且买菜钱 比较不会 不是啊 我要讲的 其实我要讲的 如果做股票这样子会发财 网路一堆的发财人 网路上一堆的发财人 真的发财了吗 他们才知道 真的发财了吗 就是我讲顺德的例子啊 你真的四十块买顺德赚的比较多 还是四十块放空顺德赚的比较多 当然是好事啊 所以我常在讲说 每股票再好都会回档 对吧 都会回档 所以当时我在买上银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210块买 230块买 260块买 他冲到296之后 他也从296回来到 这个267 那你说你280放空 这个上银270块补回来 你赚了十块钱 你好高兴 现在上银 今天我的上银大涨了 对 3.97个百分点 327点 所有用一天而已 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常在讲 他有没有回来 他有回来 从344回到298 回来之后 我叫你做什么 买300以下 我有会员买在303 也有会员买在305 那你回头想一想 我是回来买比较对 还是说 我330块空上银 所以我320块补掉 赚10块赚的比较多 操作的策略 不是在于你现阶段赚多少 而是当我们回到 所谓的一个这个结论的时候 你看看 你有没有赚到上倍 这个才是关键点嘛 对 210块的上银 今天 今年的最高啦 344 我想应该会过 因为今天收盘叫327.5 快了 准备过了 准备过了 为什么准备过 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现在上银的一个讲法是 12月可能会稍微下滑 好 因为 因为欧美要放年假 我们就看看12月份营收嘛 好 那12月营收要下滑 一个月以后再说 好吗 一个月以后再说 你拉回300块 你就是买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径可以走 没有其他路径 所以我想 这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谈到的 长线股拉回买 好 那 他当然会拉回 因为会拉回 所以你说 你短空会有一些利润 我也同意 但是 你如果每天都在短 短进 短出 短多 短空 我告诉你 你就累积一下嘛 你可以累积一下 你到底赚了多少嘛 对 我还有会员 我还有会员 他是大盘大跌 我叫他减码 他每天给你杀进杀出 有诶 我竟然有这样的会员 我也觉得很讶异 我说大盘大跌 你还在买 我都叫你保留现金 你还在买 买什么 每天杀进杀出 你的会员 然后买其他 你没有讲的 对 他就自己做 他看我不做 他就自己在那边乱做 那一下这边赚多少 一下跟我报告 老师我看 我今天冲了这个创意 我又赚了多少 那你冲输的呢 你都对嘛 他还是多头 他不是空 他是死多头 他就大跌在那边 多来多去 多来多去 所以我觉得 如果市场 我一直教育 这一类的投资人 我一直教育他们 我说 如果你要在市场 你是来玩股票的 你可以这样做 你就是来玩嘛 没有股票 不玩 你每天不动一下 你手会痒 但是你要来赚钱的 你就不能这样啊 行情不好 我应该保留现金啊 行情好了 我再回来嘛 对吧 我再回来嘛 也就是说 如果行情开始 反转 他真的变成头部了 我可能都要来放空了 而不是你永远在那边 玩来玩去嘛 所以我想 我为什么要跟各位 谈这么多 是因为我最近听到了 一些很多的杂音 老师这个大盘不好 上瘾应该出光光 我听到很多杂音啊 你现在事后回想 上瘾对还是错 今天三二七点五啦 明天我不知道多少 或许年底之前 就冲过三四四了 对吧 十一月营收 冲历史新高 当然另外一档 一五九七的值得 因为十一月营收不好 所以掉下来 那又如何 我十二月营收 转好就行了 不是吗 听到没有 你回来想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做了这个产业 我们讲个很清楚 很简单的概念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 不管你有没有上市啦 所有的企业工厂 我都希望利用机器 来取代人工 劳工的部分 如果你是点头的 那我问你 那我的订单能见度 是不是看到 未来好几年 对吧 我未来好几年 我这个产业都没有问题嘛 那我未来好几年 我这个产业没有问题 我可能因为 这个生产的瓶颈 或者某一个时间点 我小幅度的一个下滑 那个地方是 拉回来是要买的 不是吗 对吧 这是拉回来 要买的一个概念嘛 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也认同 未来很多的企业 或工厂 都要智慧自动化 那我问你 我需不需要 知识人 我需不需要 线性滑轨 我需不需要 滚猪罗杆 我需要嘛 当我都在 需要的过程当中 如果这一类的股票 拉回来 你要站在买方 还是站在买方 这就是我在上个礼拜四 我要跟你讲的一样 当上营从344块 跌回到298块 你觉得你应该站在买方 还是把它停利卖掉 你回 你现在回头想一件事情 好 那我再反问一件事 如果未来一个产业 我跟各位谈过 他叫送分题 你还记得吗 当时在260 我告诉你 这是送分题 上营就是送分题 送分题 送分题 我一直跟你讲送分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未来就是要什么 智慧自动化 现在的上营 还有一个利基 你可能不知道 上营是全球前三大的 这个滚珠罗杆 或者前二大 不知道 就是不是第一 他第二或第三 那前两家大的是谁 日本 日常 日常很厉害 那我们唯一能够跟他竞争 全球能够跟他竞争 就台湾就是上营 所以台湾之光 上营是台湾之光 好 那能够跟日本来竞争 而且上营也通过了 Toyota等等 那些汽车的认证 好 那通过认证之后 你知不知道 日本根本没有跟上营下单 没有 他没有跟上营下单 为什么 因为日本企业保护主义 的色彩非常浓 所以他们是跟什么 那前两大去下单 前两大我就不讲 他的名称很难念 所以我不讲 所以相对来讲 日本的这个汽车大厂 就跟原来的前两家来下单 但问题的重点来了 因为 订单的那个 因为这个需求很旺 所以前两大 全球前二大的日本大厂 基本上 你现在下单 一年以后再拿货 上营是四到六个月 我们当时有跟你谈过 我的交期 你现在下单 我四到六个月 只有半年之后 你就可以拿货 所以现在变成一个状况 丰田跟那些汽车 Toyota之类的 那个汽车 他开始呢 他的下单的一个动作 转到上营身上 那我很好奇 十二月营收 如果说欧美的订单 稍微有点迟疑 日本的订单 会不会接棒 十二月营收 会不会可能 不见得会下滑 那你再回头想一想 上营现在的股价 将来有没有机会 再往上走 所以当我们了解到 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就要跟各位 分享一个观念 做股票不是 今天转强楼 跳进去买 明天转肉楼 我卖掉之后 再换下一档 很多人是这样说 我今天买进去之后 对了 这个报以小破断 不对了 砍掉再换下一支 可以 我同意 一般的基本面分析 的操作也这样 但问题从心底 你可以一直这样做吗 你可以一直这样做 卖来买去 卖来买去 卖来买去吗 你可以这样做吗 你个人操作可以 带会员不行 对 认同 是 如果就这么简单 那带会员太简单了 我告诉各位 我只要转强 我就敲进去就好了 因为有时候 转弱我就砍掉 再换啊 有时候对啊 来不及 因为老师的是 比较多人一起 好了 不想谈 老师好像今天 有点比较激动一点 来说个笑话好了 基本上 我知道 那我插一下话 其实我觉得现阶段 因为在网路 真的很发达 那网路上呢 其实最不缺的 就是酸民 在各行各业里头 其实都有 那么在投资市场当中 也是 那么有一些人 真的就是 隐恶扬善而已 那如果赚钱 都会讲 很得意 但是赔钱的时候呢 他好像自我感觉 也蛮好的 也蛮多的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老师 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在操作股票的部分 就是正确的方式 那基本面的部分 然后呢 搭配技术线型 那么当然 在持股的部分 在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有遇到一些风 台风来 那在这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赶快窗户 要管好 对不对 老师呢 持股的部分 就做了一些调整 立即的做调整 可是呢 风静了之后 马上 和声堂也很好啊 华欣科啊 老师你不要太近那个 不要被少数的酸民影响 上瘾也是马上 有涨回来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要 可以听得懂老师 给大家的善意的规劝 没有啦 其实没有对错啦 结论最重要嘛 你结论之后 你后面那一段期间 不是看短期的嘛 没有现在他们赚小钱 老师赚大钱 好不好 来我们回到旁边 好的 我跟你讲过 MLCC 我在买华欣科 我接回来的时候 我97块买的时候 它给我跌到92 我也讲得很清楚 我是107卖 97块接回来 我83块买 我现在成本叫78 好我已经算过了 算过78 今天的华欣科 2492华欣科 最高来到106块半 所以当我们在买的时候 我不是因为你 你转强我才进去买 华欣科是因为你走 如果走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可以买 我进去 我新会员买在94块 到95块之间 今天收盘102 7% 8%啦 8%不多 新会员只赚8% 最近这样子很多 就会员只赚很多 和声堂不是一样吗 和声堂我再买的时候 买完之后 隔一天还给我重挫5% 昨天涨停板 上周五啦 上周五涨停板 今天再涨3% 是 是不是赚回来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操作的 一个观念性的东西 所以我想 未来有很多的股票 为什么他们会抢 11月营收 华欣科11月营收 创立是新高 你们不要我要嘛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嘛 就华欣科 你还在砍不是吗 11月营收公布的那一天 你还在杀嘛 华欣科 你现在是不是后悔 后悔啊 同样的 国际11月营收 创立是新高 他股价硬生生打到277 今天国际有点弱啦 但最近的反财上来是310 你不是后悔的要命 是该买还该卖呢 和声堂也一样啊 和声堂公布 他没有营收 没有创立是新高 他营收只是回温 可是回温之后 第四季叫淡季 不是吗 3026的和声堂 我跟你谈过 我说第四季对MLCC而言 它是淡季嘛 是淡季 国际他还要涨价 在淡季 华欣科的一个营收 创立是新高 在淡季的情况之下 和声堂的营收回温了 那我问你 是不是代表这个产业 是没有问题的 我79块买和声堂 打到75块 今天收盘叫85 你回头想想 当你的卖在75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想过 和声堂10月份 单月份会赚8毛钱 对吧 也就是说 当时你在追93块 和声堂的时候 你知道他10月份 单月要赚8毛钱 好 那你就很脑补啊 你就说 今年的这个未来 这个和声堂会赚9块钱 可是问题是 当他杀下来的时候 你会忘掉之前你的判断嘛 你会恐慌去杀在75 76 杀完之后 和声堂10月份 8毛钱 这件事情还存不存在 还是存在的不是吗 所以你回头想想 他80块以下 该买还该卖 所以我常常在讲 我说 如果做股票的一个 可以这么简单 大家都发财 我今天也买了股票 买了两档股票 我买的这两档 分组去买了 各买一档 我买的都是11月营收 我现在跟你谈这个概念 11月营收 几乎都公布了嘛 公布之后 去找那个11月营收 优于预习的 优于预习 就这么简单 然后去看他产业面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公布一档 4915的自身 好 我为什么去跟你谈这个东西 自身做的是什么 扬声器 它跟美律一样 但是自身接到了 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智慧音箱 智慧音箱 智慧音响 的订单 新订单 那是新订单 所以对自身而言 它有具有的一个爆发力 就比美律高了 美律的11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 自身不是 它只是双生 可是它的11月营收 由于市场的预期 我觉得自身的爆发力就出来了 所以我今天就去买自身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11月营收我先看好 然后我再看它的一个 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潜力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当然我强调一点 自身从90块以下 90块以上修正回来 最低大也是一样 跟那个和生堂一样 达到75块左右 74块多 然后今天又涨回到80块 那我觉得 如果你其实90块你敢追 拉回80块为什么不能买 这是我一个简单的 一个判断逻辑 所以相对而言 我的一个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11月营收的一个成长 是我现阶段 我会开始慢慢把现金换股票 那11月营收的成长 是我要的 然后再去看你产业面的一个变化 那11月营收 即使你不好 就像值得一样 我再等加码点 因为它12月会上来 所以我等你短线的卖压消除之后 我就开始加码 好这就是一个操作上的观念 那这种操作观念 是根据基本面来去做衡量 然后根据你手上的持股 你不能跟我讲 你手上已经满档 你都是股票 我没有现金加码 那我没责 我们当时把现金部位提高到了七成 我们持股的比例降到了三成以下 那我现阶段当然可以做加码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想这才是一个关键 操作是一个策略的问题 操作不是意气用事 操作是一个策略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严控我们的风险 把现金部位拉高 当行情真的回来之后 我才有从容的机会 去选择已经拉回了好股票 我去做布局的行为 那我想这才是一个 代会员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谢谢老师 老师今天似乎有感而发 好那么老师呢 在Lite上面 还有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 近期其实跌下来 老师呢都一路也追踪 然后还有赚价差 这样子的一种操作 其实听众朋友都有看到 对不对 包括了像这和声堂啦 华星科 还有呢 这个国具的持续的关注 上赢的部分更是了 好那么买的原因 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也这个听了之后 也会很有安全感 其实买的是现在 然后呢也看未来 对不对 在操作部分 老师跟我们分享到 策略的调整 还有呢你持股 这个风险跟利润之间的 这个掌握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如果听众朋友 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来电沟通 或者是认同老师的操作 也欢迎跟老师这边 保持联络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欢迎听众朋友 认同老师操作 或者是任何疑问 透过工商服务的电话 0223219933 0223219933 好可以沟通一下哦 好那么另外呢 老师的免费light 也欢迎听众朋友 可以直接搜寻加入 也就是小老鼠 FU8899 at FU8899 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呢 非常开心哦 老师呢 呃在上个礼拜呢 呜 这个危机入市 也不是危机入市了 其实呢 老师呢 就是减黄金的概念了哦 好把这个好的个股 再减回来 很快的时间点里头呢 就又赚到了很漂亮的一个利润哦 如果听众朋友在操作部分 一直都只是短进短出 或者是呃 比较没有去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操作的 这个瓶颈 或者是呢 绩效的话 欢迎您哦 理性的来看待 来做个比较哦 0223219933 23219933提供给大家 老师最后还什么补充吗 我想短线上面来讲 因为大内高手回来了 大内高手回来之后 大概小型股会活蹦乱跳 那有一些真的 他真的只是跌三反弹的 我真的建议你站在卖方 好 你用产业面去衡量 那如果说有一些个股 他有可能开始串出头 那我们去寻找那些串出头的股票 看长做短 就是我在选一档个股之前 我先看长线 然后我再用短线的角度去思考它 那我想这就是我本周 会带会员操作的方向 好 不同的时间点 有不同的操作策略哦 老师呢 为我们想的很仔细哦 好 听众朋友任何疑问 再来点沟通咯 23219933 好 访问经营到这里 感谢论员投过杨天地 杨老师 谢谢你 谢谢习珍 祝大家操作愉快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庙致富 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 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长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的是 股市战将的单元 好赶快来邀请到的专家 就是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嗨 齐真好 大家好 我是林和彦 我觉得何彦老师呢 在市场多年的经验 真的不是盖的 其实在上个礼拜 很多投资朋友 包括我自己也是 都会觉得说 哇 这个台股 哎呦 好可怕哦 可是呢 何彦老师呢 跟大家来分享到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 不用怕了 这个第四季呢 还有12月份的时候呢 还有币涨股 还没涨哦 这个红包要送给大家 所以呢 在上个礼拜哦 其实就周末的时候呢 跟大家办演讲 那么另外呢 还有何彦总顾问的股票呢 其实都没有跌耶 而且呢 外资还来买耶 怎么会这样呢 好啦 所以呢 掌握到 好的 而且是底部的基优股 真的很棒哦 好 老师的这个观点 欢迎大家呢 持续的锁定哦 持续的来吸收 好 接下来老师 今天排名上有哪些重点 还有观察呢 请教你哦 好的 今天台北股市 最多涨了106点 是不是跟我在上个礼拜 预告的一模一样 记不记得 上礼拜的行情 行情总共跌三天 礼拜一是小涨嘛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连续三天击杀 那礼拜五持平 小涨四十几点而已 上礼拜多少老师在看空 上礼拜多少老师 叫你要保守 只有林何彦 有人说我傲大 我不是傲大啦 我是有十足把握 我才敢这样告诉你 我说下个礼拜 12月第二周 一定大涨 一定大气 我不是在赌啊 赌没意思啊 股票市场十读九书啊 你要真的有本事 真的能够看出那个端倪 你才敢在上礼拜 这种行情跟大家讲 一定大涨 你看我上礼拜我怎么说的 我是不是讲第一个 全球十大经济体 已经连山起两天啊 全球十大经济体 都在涨台北股市 没有跌的道理 记不记得 我相信没有人会 以这样的一个言论 来跟你做分析 因为大家都在看现行而已 没有人像林和彦一样 看到全世界的变化 那第二个 我也跟大家讲 外资两个礼拜 大卖七百亿 可是台币都没有贬值哦 以往外资只要大卖超 台币一定贬值 外资卖的股票钱 一定会出去 这次没有 外资两个礼拜 卖了七百亿 台币文风不动 可见外资钱都留在国内 那那企图太明显了嘛 都是四季要再回去嘛 等到机会到 七百亿资金还会再回流嘛 你要看得懂 人家外资是在玩什么东西啊 那第三个 我也跟大家讲过 依照我自创 超准计量图的 记录的统计数字 10,330点 10,330点 是今年交易量最大的位置 代表大多数人 今年大多数的人 成本区在这个地方 那既然是大多数人 成本区在这里 夹得不败嘛 结果这一波最低点多少 10,322 跟我预告的差八点而已 这样就做吗 所以公寓善其事 必先利息器 工具是很重要的 不要用那种过时的东西 来做分析 你会有偏系哦 那第四个 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三 大力光跌停版 把很多人吓死掉了 很多人就看坏平概股了 降平概股的目标 甚至于高价股一面倒 很多人在落井吓死 当天只有林和宴 为大力光做雪中送炭 当然我也没有买大力光 其实我不表达 我的看法也OK 那为什么在大力光 礼拜三跌停版的时候 我特别跟大家谈大力光 因为大力光是股王啊 它是指标股 当天跌停版 我怎么说 我说大力光从6000跌到 4260块跌停版 楼真轻吗 更重要的是 当天成交量三千丁啊 大力光要出现3000张的成交量 是不容易的 前一次是在105年1月6号 当天跌停版 也是跌停版 1900块 也是出现3026张 之后连续三天没再破底 重新展开一波 大涨的行情 对清高颗 一路涨到6000块 所以上礼拜三 大力光又跌停的时候 又出现3000张的成交量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讯号 你不要去看错掉 紧接着是不是大力光 连续三天 上礼拜是拜五个减日 不但没有跌 还开始往上走 有没有 很多事情 你要观察到细微的地方 不要只是看表面那种东西 人云亦云 不怪那些人都赎钱 那么多人都赔钱 那么多老师都判断错误 你看上礼拜多少老师在画空 上礼拜有多少老师要跟你讲 叫你要保守保守 不要急的买 有股票赶快买 有没有 只有林合院鼓励你们 赶快买赶快买 这是最好的机会点 你看今天一番两顿眼了 台北股市最多涨106点 谁看对 还是林合院看对 对不对 也是我看中而已 所以有时候节目不要乱听 准的节目 优质节目 一个两个够了 你听越多 只是会越乱而已 甚至于你只听林合院节目 也够了 我在这个市场 那么长的时间 我在股市30年了 在投顾当分析师代会员 也23年了 我的分析绝对是够水平 够水准 而且准确度 不敢说百分之百 可是至少 我有八成至九成的把握 我才会在上礼拜行情里面 跟大家讲 一定去的 一定长的赶快买 上礼拜 绝对没人敢这样说 绝对没人敢这样告诉你 好 上礼拜外资一直在降 苹果的等级 所以很多老师 跟着打落水狗 在骂苹概股 结果今天苹概股大涨啊 今天苹概股大涨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 很多人还傻眼 我在演讲的时候 我在讲苹概股 下面有一两个投资人 就举手问说 外资在降苹概股等级 林老师你敢说苹概股会涨 这个就是你们的盲点啊 懂得是没 我上礼拜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过嘛 买卖房子的心理 你有一间房子要卖 你会怎么样 开高价嘛 市价一千万 你开高一千五百万 开高两千万 去向台阶嘛 对不对 那外资何尝不是如此 大力光在六千块的时候 他告诉你七千哦 七千五哦 是不是越滑越高 等到大力光跌到四千多的时候 他开始降大力光的等级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那股价跌升 对不对 外资降 平概股的等级 这个如同什么 如同想要买房子的人嘛 一间房子市价一千万 屋主开价一千万 想买的人会开多少 五百万 低一点 对不对 六百万 开越多越好 那到时候价格压得下来 自然他就能够买便宜嘛 那外资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每每只要外资 调降平等的股票 其实就是外资准备 要低接的股票 他要把散户给下出来 把散户下出来了 他自然下面减便宜之后 而且上涨是没卖一样 因为散户 股票已经被我碎出来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谁最强 平概股最强 iPhone X的营收 11月份发布完之后 今天在平概股领均之下 台北股市间成交量 1164亿 很少 可是72%的资金 72%的资金 今天全部都在电子股 今天72%资金 全部都在电子股 而且大家都在抢平概股 奇怪 怎么跟上礼拜外资 讲的都完全不一样 对呀 你看这次 因为这两天 所有营收都发布完了 对不对 你看iPhone X的出货 造成平概股的业绩 全部大爆充 你有注意吗 我念给你听 鸿海 11月的营收 5696亿 创立年新高 年增18% 红准 11月201亿 年增110% 110%什么意思 你想 每年11月的时候 都是 苹果新手机在出货的时候 去年是iPhone 7 对不对 去年是i7在出货 那今年是i8跟iPhone X 红准主要是做iPhone X的 好那iPhone X在出货 去年是iPhone 7在出货 结果今年营收比去年成长140% 那是什么景象 是不是代表iPhone X卖得很好 所以出货量比去年整整增加了1.4倍 营收爆充140% 6269台郡 11月营收40亿 也比去年成长122% 也是创历史新高 增顶 11月营收149亿 也比去年同期成长55% 也是创历史新高 2474可乘 11月营收111亿 也是创历史新高 年成长35% 对包含3231的 伪创891亿 年成长21% 也是历史新高 TPK 年成长48% 也是很强 今天也是大涨 今天所有平概股 因为11月营收的关系 全波大气 全波大气 礼拜六 你有来听我演讲的 你就知道 我在讲平概股 我怎么说的 平概股其实是最好赚 可是也是最多人赔钱的 你看这波平概股跌那么深 对白鸡 拌到顶礼拜 多少投资人平概股 赔了一屁股 因为你们不知道平概股 很多没没咔咔的问题 平概股其实是最好赚的行情 最好做的行情 你如果不知道 你会被外资耍得团团转 输得不知道人去 输得不知道人 你看今天 强棒初级 我在9点20分 我发布两只强棒初级的股票 两只都是平概股 3231 尾创 苹果第三条的组装供应链 你知道尾创这一次股价从32块 跌到剩下21块钱 可是在营收的部分 10月营收 跟9月营收 都是大爆充 90 11 3个月营收都大爆充 那营收大爆充 获利一定大幅成长 那股价从32跌到剩21 每股净值有高达 24块半 这种营收数据发布出来 不涨才有鬼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在推荐股票 我不是说 看什么股票在涨 快涨停 然后才叫人家去买 不是 我们开盘 10分钟 15分钟 我们就通知了 而且 尾创也是底部的肌肉股 也是底部的股票 你看今天 大涨5.4% 另外一家 6269台郡 台郡股价从144 跌到剩下 108 可是 10月跟11月的营收 也是大包充 你看他6月份才15亿 11月40亿 多成长了2倍 比去年成长122% 今年每股获利 至少10块钱起跳 那本来10倍而已啊 对 所以营收发布完之后 今天台郡也大涨了4% 但台郡价格比较高 看你个人的资金情况 平概股你要注意 喜欢操作平概股的 手中有平概股的 你自己不要乱做 平概股最好赚 可是你不懂 你会赔得一屁股 喜欢做平概股的 手中有平概股的 快来赚我 赶快来找林和宴 我们的股票 上礼拜 不但没有跌 还涨 你看汉语伯德 肩涨停板 汉语伯德 肩涨停板 奇怪啊 大盘一回稳 我股票就冲涨停了 剩下两个月要过年了 我们现在在拼一个50%的大红包 想拼的 跟上脚步 好 谢谢老师 而且很恭喜 而且真的是谢谢 老师在Lite上面的分享 好 今天Lite上面这两档 都是平概股 也是的弥补 如果周末时候 没有来参加演讲的投资朋友 老师也送给大家红包 要记得收 好 这边我们稍微休息 听个广告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上礼拜的低点已经出来了 新的多头又开始走了 要加油 有剩两个月就要过年了 两个月时间拼红包还来得及 可是你时间不能拖 再拖就不够了 我的目标 拼50%的大红包 我要为会员拼一个50%的大红包 想要拼大红包的 我们有红包50的活动专案 跟上脚步 我们一起来拼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利用 02239 23988 239 23988 认同老师的操作 一起来拼红包哦 红包50优惠 欢迎来电咨询 好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 在上半阶段呢 老师呢 就我们台股 今天的大盘的表现 要跟大家来 具细米的分析哦 好 那么在现阶段 听众朋友 你手中个股 特别是品盖股的部分哦 如果不知道如何操作 欢迎跟老师 这边保持联络了 老师 先半阶段 我们要再谈一些 个股对不对 好的 品盖股 是国内大家 最喜欢的产业 那也是外资的最爱 可是往往很多人 操作品盖股 都赔得一塌糊涂 因为有很多 关键性的问题 你不懂 其实品盖股 你如果懂的话 品盖股最好赚 我们上个礼拜六的演讲 你没来听的很可惜 有来听的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品盖股 几乎是可以 百分之百获利的 每一次都对 每一次都赚大钱 只是因为你不懂而已 手中有瓶盖股的 或者想要做瓶盖股的 赶快来找我 自己不要在那边乱做 人家做错掉就很麻烦 好 台北股市 上个礼拜 修正已经结束了 听灵和宴的 这一波修正已经结束了 新的多头 重新再出发 所以赶快积极一点 上礼拜我不知道 你股票有没有被洗掉 连续三天融资大减 很多人股票被洗掉了 所以你看今天成交量为什么 大涨量剩下一千一百亿 散户的习惯就是这样 股票一卖掉 它不会马上醒过来 它一定会光望几天 所以导致今天大涨无量 那大涨无量是好现象 代表什么 代表市场没卖压嘛 所以只要轻轻一拉 就整个大涨上去了 所以这是好的一个表现 我刚跟大家讲过 外资两个礼拜卖了七百亿 可是台币没有贬值 所以外资潜留在国内的时候 随时它会再回流 所以操作上你一定要锁定 外资新布局的股票 而不是看今天很多涨停版的股票 我今天聊给你听 今天指数虽然涨74点 今天有高达39加涨停 87加涨5% 210加涨3% 今天大涨股票很多啦 可是里面有很多是跌升反弹的 主力要招不完 你再跳进去 正好人家继续倒货给你 你应该买什么 跟林的一样买底部的GEO股嘛 买底部法人开始布局的股票嘛 为什么上礼拜很多股票大跌 我的股票都不会跌 因为我的股票都是底部GEO股啊 外资在买啊 对不对 你看台表科 外资上礼拜继续加码2400张 定位台表科 7% 今天台表科创新高 今天台表科创新高 大涨5% 35块 我们已经赚多少了 我们已经赚了快40%了 记忆过评你们知道啊 我已经讲两个月啦 从26块钱讲到现在啊 对不对 2929滔地也是啊 外资一直爱买 包含上礼拜 我就继续买218张 外资已经连买三个月滔地啊 滔地也是一路去 我们从低档坐上来 已经赚了30%啊 台本 上个礼拜外资也是买了4700张 台本上礼拜是起两%呢 虽然说今天没有涨啊 因为今天钱都被电子股吸走了 所以台本今天没有涨 可是上礼拜大盘跌 他没拨啊 他还起两%呢 汉唐上礼拜也是涨一% 外资买1207张 汉唐 我们56块钱买的 对不对 今天在60.1 又要创新高了 我跟大家讲过 汉唐是国内最大无存事的公司 明年一股8块钱 最近又接到台积电的订单 明年一国八块钱 这支你要注意 尤达 外资上礼拜五买超第二名 尤达 这半三千张 上礼拜外资买尤达买了27000张 11月大买24万张 上礼拜尤达有跌啦 跌0.05 跌0.05 所以选股你一定要选底部的基优股 你要选底部的基优股 平概股跌得够深咯 要注意咯 想做平概股的 手中有平概股的 赶快来找我 今天汉语博德 5469汉语博德 为什么一口气马上就拉涨停 为什么你知道 我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谈汉语博德 你知不知道 有时候选股票 不是看现行而已 有很多财报的东西 你如果看得懂的话 里面有很多的探钱的东西 我剩下的时间我来谈汉语博德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选择 你如果选得到类似这样的股票 都会谈一倍 你看汉语博德 你从他最新的财报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手中现金有118亿 应收账款有128亿 存货有45亿 他的流动资产有346亿 什么叫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就是公司一年之内 能够动用的钱 就叫流动资产 有346亿 那我请问你 股价乘以总股数 是不是叫总市值 总市值是不是代表 一间公司的总价值 你知道以今天 汉语博德 收的19亿 他总市值 才78亿而已 总市值78亿 结果公司手中现金 竟然有118亿 他的应收账款 有128亿 光是他的库存 都有45亿 那你说这个股价是怎么样 太离谱啦 委屈他是吧 我简单教你们一个 一间公司的总价值有多少 是不是分为有型资产 跟无型资产 有型资产 比如说土地 厂房 设备 订单 存货 现金 包含转投资 这个算有型资产 那无型资产 比如像商与专利 员工是一种人才 也是无型资产 每年固定的订单 加加起来 就是一间公司的总价值 那汉语博德 目前总市值才79亿 竟然连现金部位都不足 现金都有118亿 那你说这道股票是怎么样 很简单啦 对 一定大气的嘛 每股净值高达31块钱 现在股价才19块 你如果往财报这方面去找 我相信有很多宝 能够让你赚大钱 所以林合院选股 其实是花很多心思的 能够让你从底部开始买 一档一档50%一倍的赚 总而言之 剩下两个月时间 想拼红包的 赶快来找我 好 谢谢老师 要继续帮我们来占红包 就靠你了 听众朋友认同老师的操作 也欢迎您把握老师 这边提供的相关的一些咨询服务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可以利用 02-239-239-88 02-239-239-88 何彦老师先接段的 红包50的优惠 欢迎大家跟上咯 接下来到农历年前的 最后两个月 一定要买对股票 底部的极油股 老师会帮大家 瞻前顾后的 最佳时间点里头来做切入 手中有平盖股的 也欢迎来电咨询 老师最后还想补充 最后两个月时间就要过年了 我的目标 带我的所有会员 利用这两个月 拼一个50%的大红包 当然我不会乱买 我的方法很简单 我只买底部的极油股 论同我这种方法的 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 快点赛我 239-239-88 提供大家咯 感谢华星斗顾 林何彦总顾问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自负投资人应独立则